人员的部分我们当然是整体性的看食药署的所有人员都有责任要去协助 所以我们已经调度人员到边境去做协助查验的动作 在边境的人员并没有缺乏 卫福部食药署3月27号针对台湾进口日本核灾五线产品 强调边境查访人力并没有缺乏 但造成台湾食安危机再添一桩 针对日本辐射产品输入台湾引发民众恐慌 立委刘建国4月2号召开记者会表示 实际上署2月26号边境查验时 就已经发现肾育贸易公司的标签有问题 而负责边境击查的科姓助理研究员 用这张错误的法条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才会看到如此 这么样经常发生相关的实际问题 刘建国提出除了公文延档 造成国人吃下更多辐射食品 另外贴甲标签属未造假冒 引以食安法处清廉以下有期徒刑 并喝新台币八千万元以下罚金 但为何仅以标示申报不实 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罚还 呼吁司法应该介入调查 对此实际上署只回应 目前正配合司法调查 不便多做解释 记者阳外八号台北市采访报告 我知名的消息 我就是他们想要 的 我 我 我